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幸福到万家,不光是赵丽颖的大突破,也是普通人迷茫时的良药 最早看到这部剧时,觉得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土 再加上新闻里还说是农村题材的,就以为只是普通的讲述农民生活的剧 一直以来,对赵丽颖的印象是珊珊来了里的薛珊珊,是花千古里的小谷 总觉得是偶像剧那一挂的,确实是没想到赵丽颖会演这种题材,所以就产生了兴趣 等到剧开播,就看了前几集,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每天追看一直到大结局 开场就是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嫁到万家庄的酒席 看到这里我一下子明白了剧名的双重含义,既是和幸福嫁到万家庄 最后整部剧也契合了万家都得到幸福的概念 在这个剧中,确实学到了很多 1.做人要讲道理,要勇敢争取自己的权益,不是强凌弱 赵丽颖在剧中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子 没上过多少学,和妈妈,妹妹一起生活,为了供妹妹读书,做出了自己的牺牲 但她又是个不普通的女子,在自己妹妹被欺负了后,立刻动手反击 不忍气吞声,不同意私了,不因为对方势力大就退缩 她说人就得讲道理,她坚持要个说法,要个道歉 她说自己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2.不要满足于眼前的生活,要让自己过得更好 即使是无味的折腾,也要多尝试 在结婚后,和幸福也没有只守着眼前的一目三分的 而是努力找其他的出路 在发现王庆来有种菜的好手艺 而收购菜的人之所以一直以二等菜的价格标准来收自己的菜 只是因为产量不够后 和幸福勇敢的和收菜的人签订合同 去银行贷款要搞大鹏,提高产量 和幸福一直在努力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 即使大鹏刚建好就遭遇了村里的土地征用 和幸福也在积极争取自己的权益 并不因为一次的损失而对未来丧失信心 后来也做出了幸福客栈 三,机会到来时要尽全力抓住 不计较小的得失 和幸福在找工作时 即使在关涛的律师事务所中只是做勤杂工作 都非常的兢兢业业 并且还在一直努力学习进步 想做一名前台 在关涛他们努力争取的合作方来考察时 即使语言不通,也不恐惧 为了留住合作方使劲浑身解数,尽最大的努力 后来关涛的事务所做大后 他作为元老,在前台的工作上仍是非常认真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四,不卑不亢 靠自己,遇到问题时不怨天尤人 而是独立解决问题 和幸福的丈夫王庆来到城里后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直想让弟弟给自己介绍 在靠着弟弟的未来岳父的关系,成为了一名保安后 就开始仗势欺人 和幸福一直在告诉他,不要老想着让别人帮忙 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 在筹备开客栈的资金时 还有在客栈一开始生意不好时 和幸福都非常独立思考 并没有因为自己身边的人有钱或者有关系 就指望别人,而是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好像从来没有在剧中看到过和幸福有任何抱怨或者埋怨的话 一直都是遇到问题就想办法解决 再大的难题也不能被打趴下 在看剧的过程中 其实会让人思考 如果自己也遇到和幸福的一些困难 会这么努力想办法吗 还是会直接躺平 摆烂着过就好了 当然,因为是戏剧创作 作为女主角的和幸福 她的很多问题最终都会得到解决 但我们不能只看到解决后的喜悦 也要思考如何做到这一切 虽然年轻人都在说着迷茫 但其实我们中的很多人 比和幸福的原始条件好很多 不要继续迷茫的上网寻求答案了 直接动手做起来吧 只要开始做就比只是想要强 赵丽颖拼命三娘的称号真的不是白来的 赵丽颖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她从龙套、小角色、配角、一路成长 到现在的独自挑起大梁 离不开她有戏就拍 有戏就认真拍的态度 曾经的赵丽颖是个拼命三娘 一年到头都待在剧组里面 但是一张结婚证被爆出来之后 赵丽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在大众事业上 不久之后 赵丽颖就生下了一位可爱的孩子 产后不久的赵丽颖接了一部 关于江湖的剧本有匪 更是和大伙的王一博搭戏 有许多人都在期待着这两人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王一博在采访中说到 会害怕和赵丽颖对戏 原因竟是赵丽颖太认真和努力了 因为赵丽颖在片场会时时刻刻地看剧本 背台词 这给了王一博很大的压力 看到了这样勤勤恳恳的赵丽颖 王一博也不免被感染 下定决心要钻研好剧本 争取不给赵丽颖对戏时拖后腿 正是赵丽颖这样拼命地拍戏 才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智人口的作品 从新环珠格格中温柔闲静的情格格展露头角 到后来陆真传其中聪慧的陆真小有名气 到花千古中的小古现象及大爆 赵丽颖被大家熟知 后来的楚桥传达到网络播放量破400亿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更是赢得了口碑和赞赏 在和冯绍峰离婚后赵丽颖跳脱原来的戏路 接了不同以往的角色 在《我是兄手》中的沈欲清冷的氛围 让人忍不住心疼 在《幸福到万家》中的和幸福一步步 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出道至今,赵丽颖出演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剧 变得是不同角色的形象性格 不变的是赵丽颖一如既往的认真对待演戏的态度 只有把演戏放在心上的演员 才会给我们带来优质的作品 这样的赵丽颖值得大家的喜爱 赵丽颖的美貌被曝光后 显得更加嫩 绝对不是34岁 新生代的年轻小花并不是好莱坞唯一的女明星 赵丽颖的五官和态度最为少女 赵丽颖大眼睛 圆圆的脸颊 散发着一种天真烂漫的清新气息 即使她失去了美丽 她也显得更加敏感 在互联网严厉 34岁就相当于20多岁的大学生 赵丽颖得到的突出少女感 是基于她自身的五官特征 首先 赵丽颖的脸蛋很软很圆 在好莱坞的女明星中 赵丽颖是唯一一个没有刻板的瓜子脸和尖下巴的人 她甜美圆润的脸庞让她脱颖而出 球体变成了一条直线 和赵丽颖一样圆脸 属于女性 随处可见的少女感 千万不要随波逐流 您努力减轻体重和减轻体重 直到获得所需的瓜子脸外观 结果通常是面部结构是由骨骼而不适肉决定的 所以试图通过手术改变你的外表是徒劳的 相反 尝试不同的发型和妆容 直到找到适合自己的 其次 赵丽颖的五官很可爱 露一般的眼睛和左眼皮所传达的纯洁 让她看起来很天真 俗话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窗户 也因为赵丽颖凝视着她那双可爱灵动的眼睛 有一种无限的少女感 赵丽颖在家闲逛时 几乎从不穿黑色或其他深色 赵丽颖的衣橱里大部分都是柔和明亮的颜色 比如米色 浅咖啡色 宝兰 桃粉 以及其他类似的色调 散发着活力和活力 赵丽颖在这个调色版中显得清新年轻 这表明一个人的性格如何根据他们的穿着而改变 这么大 所以 想要穿出少女感的普通女孩 应该学习一下赵丽颖的基本功 第一印象 你希望你的服装尽可能的明亮和耀眼 因此选择浅色和明亮的颜色作为你的基础 其次 衣服的设计要直截了当 如果他们太花哨 就会让人觉得他们被用力过猛轰战了 他们会怀疑他们是否被故意让他们感到少女 相反 衣服应该简单大方 散发出纯净自然的气息 尽管在决定理发时要考虑的因素比在选择服装时要少 但仍然需要仔细考虑 为了私下表达自己 赵丽颖喜欢柔软的垂着或轻松的编织 复杂的发型 如辫子或多个马尾辫 都超出了她的技能水平 正如她的艺橱选择所证明的那样 赵丽颖体现了这一理想 极简主义的魅力 赵丽颖少女感的自然气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发型相当简单 尽管这种发型并不复杂 但她要求你特别注意头发的柔软和清洁 赵丽颖没有她标志性的美貌 给人的感觉是更嫩 她当然看起来不像她34岁 1-2-3 5-6 6-4